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导演 因为我是第一次设计这个行业 在这之前是一个设计师 有时候也会放好画 很多年也是比较喜欢看电影 去看一些这种片子去收集去看 后来一个契机吧 就认识了我们这一群朋友 包括他两项导演 帮我带到我们这个女士好业来说 让我可以去尝试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电影 说到这个灵感 实际上这个电影我们 因为我进到这个跟影视人在一起的这个圈子了以后 当经常大家坐下来跟聊天去 去说一些艺术也好 还一些电影方面的演技也好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倡导 那两天的导演先提议 倡导呢 这里要说一下 倡导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另外一名导演 是联合导演 但是呢 他给这部电影呢 带来的更多是这种 为什么会诞生这部电影 到这个电影的拍摄到完成 倡导是一个最大的工程 因为我是一个文童的状态 我不是一个专业电影的制作人 然后在这个里面 康德一直做各种各样的支持 然后呢 比如说一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部电影 就是平时大家圈子也能坐下聊 坐下去谈弄电影 那么康德有一天就说 我们要不要大家这些人 我们这些朋友 是圈里面的这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部电影 然后呢 他就 所以让我去写 说你呢 去写一个过程 写一个剧本 因为我对剧本 实际没有让电影去演 我只是有一枪这种 就电影的恶爱的这种东西 所以在康德的这种支持之下 我就去尝试的去写嘛 写的这个过程中 就写了很多个 他们写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嘛 建议也好 意见也好 反正这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包括最后我们能完成这样一个电影 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旅程的 就是大家这些朋友 这些大哥也好 这些兄弟姐妹也好 都是非常无私的来支持这部电影 最终的还是 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也 也送了一些电影剪 也收获了一些肯定和这种鼓励吧 对我来说就像做梦 真的像做了一场梦 因为这不太 不太可能 如果说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 或者说画家祥导演的这种意见也好 支持也好 这部电影会发生 对 因为发生了 所以让我觉得好像 电影确实是个梦 但是觉得还挺享受的 这个过程也好 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收获也好 觉得还挺梦幻的 谈到制作 我作为一个新人 我是比较懵懵 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点迷糊糊的 但是有这么多的专业的人在后面支持 所以我们的这个片子也是比较顺利的做出来 谈到在我们国家 拍电影是中国 那当然 怎么说呢 我们这部影片 算是自由表达的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把我们想说的话 通过我们这个影像 通过我们这个故事也呈现出来 没有问题 我觉得总体上 作为一个出色影圈的人 觉得完成度还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一开始完成了之后 在我们这些参与的人里面 进行一个类似放映的时候 大家的这种效果 不错 谈到对社会的作用 实际上 实际上从我的角度 我从而没有认为电影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很大的作用 包括我喜欢那些 包括阿巴斯也好 还有斯基也好 包括胡小贤 感到可以 实际上 我觉得电影在 一部电影在某一个瞬间 如果能打动你 或者说能让你有一点点的思考 甚至是有一点感同声色 我觉得 这就非常棒 这就做的 已经做到很好的 因为我也希望我们的这部电影 就在某一个时刻 可能能够打动某一小错人 一点点人群 我们就觉得就很幸福 因为我们的片子本身 它不是一个相对常规的一个制作方式拍出来的电影 可能它偏向于比较实验的一个东西 所以能够得到电影节的青难或者说认可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一个这种像什么 像我们的这种怎么讲就是 会演示经一样 他们看到了我们电影闪光的地方 那对我们来说也有挺大的鼓励 有媒体现在是一个日常的操作 像我们每个人一块手机 手机上随时你可以看到任何各位媒体的信息 各种各样都是各样的 原宇宙我觉得不太未来 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不会去考虑太多的 关于原宇宙会怎么样 就是我会觉得 在流媒体上看见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大家都能共同的 不是说因为手机上看的东西多了 好像大家都喜欢短的 都喜欢快的东西 但是艺术它永远在 就像文运复兴到现在 艺术一直在 不过艺术会消亡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没什么很大问题 我是比较拥抱 共同模式的 因为我们本身是独立电影 我们没有更大的工业电影 资源也好 更大的资金支撑也好 我们能做的就是咱们这一群电影人 有一枪热血的人 我们能够传一个东西出来 能够做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东西出来 你做一个东西出来 你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这个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你都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包括我们现在给到电影节 电影节给我们一些好的回馈 对于我们来说 就刚刚讲到 这是很大的鼓舞 所以呢 很多电影节也是线上的 我们欢迎 我们也拥抱这样的电影节 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坐在大萤幕前面 能够安静的把他们的电影欣赏完 最后 还觉得我们的电影可以 不可思议 又给了我们一个荣誉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 如果你能在一个大的电影院 或者说在很多的电影院去放映你的电影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可是这个需要我们再去继续努力了 所以流媒体也好 电影院也好 只要能让我们的电影再 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觉得形式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看到的人 看到的人多不多 他们有没有对我们电影的一些反馈 正面的也好 齐评也好 我们都欢迎 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东西 除了今天自己 这个什么养育的一个孩子 放平去 我们需要看到一些 这个东西交出去了 那么我们需要收到一些声音 这个我觉得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们也期待 就是我们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 我倒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持续的 持续的让自己去对电影的热爱 然后能再继续做一个更好的东西出来 当然当然这是这是于我而言非常非常的幸福 就是你能在这个里面去做 说我要去拍一个东西我想写一个故事 我这么写这么写写不行 我要再去请教咱们这些朋友 这些电影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给我各式各样的回馈和意见建议 我觉得非常好 我现在就像真的就像一个小学生 我再慢慢的去一点一点学习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做第二部电影的时候 可能比第一部电影想的更多一点 然后更成熟一点 然后再有一些更好收获 谢谢大家